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短篇小说《第三者》下集 和张伟忠商量好了拿赎金就逗逗后,李娜飞快打电话到银行预约取款 虽然遇到了诸多麻烦,可还是约好了下午三点去银行取钱 然后李娜又打电话,找父母,找表姐,一圈电话打下来,数金的事倒也差不多了 加上张伟忠凑出的二十万,绑匪要求的两百万数金都有了着落 李娜放下了心底的大石头,疲惫地靠在沙发靠背上 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如何,只能等着命运的安排 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银行经理下班了,要取钱,只能等到下午 张伟忠也疲惫不堪地靠在了李娜身边,两人相视苦笑着 这一刻,两人都有了相濡以沫的感觉 张伟忠情不自禁,又抓起了李娜的手 他把她的手贴在了自己的脸甲,李娜有了一睡间的恍然 他另一只手不知所措地在沙发坐垫下乱摸着 沙发还是当年他们结婚时的旧沙发 儿子一睡前刚刚会扶着东西走路 他扶着沙发时,就喜欢在沙发上乱抠 于是沙发上就多了一个小小的洞 等到李娜发现时,原本那个小洞已经有核桃那么大了 李娜的手指就摸着那个洞,想着儿子蹒跚穴步时 总抠着这个洞,一边抠一边咯咯地笑着 好像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等待着李娜来表扬 李娜想到儿子又忍不住默默流起泪 张伟中起身抽了一张纸巾细心地为他擦着眼泪 张伟中的母亲尴尬地咳嗽一声 十二点多了,我去厨房先弄点饭 李娜也尴尬起来,毕竟她和张伟中已经离回一年多了 两人当着老太太的面这样亲密,是有点说不过去 她急忙坐直身体,小声说 不用坐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老太太愣了片刻,不麻烦的 家里有兑好的排骨汤,还有点酱鸡翅 都是你以前最爱吃的 老太太做饭的手艺很好,李娜也确实爱吃 可惜那个时候,老太太并不怎么待见自己 想吃也只能吃儿子剩下的 妈,李娜小声叫了一声 那一声妈叫得别别扭扭 我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 老太太悄悄抹了把眼泪 以前都是我不好,总是给你找麻烦 妈,你千万不要这样说 我以前也有不对的地方 她尴尬地笑着 但能听到老太太这样说 她心里毕竟是高兴的 老太太看了一眼李娜 又叹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你是豆豆的妈妈 我是豆豆的奶奶 我们还是一家人吧 李娜张了张嘴 又愣愣地点了点头 是的,她和这个家真的割舍得清楚吗 李娜一时间有了恍惚 她看着老太太进了厨房 厨房里响起了煤气灶开火的声音 李娜又打量起了房子的四周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发黄的墙面上还贴着儿子十字式的各种贴画 一张全家福照片里 老太太抱着锥子 李娜站在老太太背后 斜着脑袋依靠在张伟中的肩头 一脸幸福的笑 阳台外阳光正好 阳光下还飘着豆豆的几件衣服 家里的一切都给她没有离开时一样 李娜忽然觉得 如果能够回到过去 换来孩子平安 换来一个家庭的完整 她宁愿不要财富 真的,她太累了 为了挣点钱 天天劳心劳力 人钱虽然风光 人后却只剩下一片凄凉 连想每周过来看望豆豆 都要事先征求张伟中和前婆婆的意见 李娜抱着沙发上的一个抱枝 眼泪流个不停 张伟中轻轻抱了抱李娜 倾听点水似的 李娜咬着牙 突然抱着张伟中嚎啕大哭起来 儿子遇到绑架这事 让他突然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小女人 他需要一个肩膀依靠 李娜抱着张伟中哭得撕心裂肺 整个下午张伟中都陪着李娜跑前跑后着 他惊谁恍惚着 开车的事就交给了张伟中 其实张伟中下楼时 第一眼就看见了李娜那一辆豪车前面 左侧车灯撞坏了 张伟中寻味了一下李娜撞车的经过 一个劲可惜道 这么好的车被撞坏了 李娜勉强笑了笑 没有说话 两人准备好绑匪要求的前后 看看时间已经下午五点多了 李娜给绑匪发了信息 钱已经准备好 怎么交给你 绑匪很快回信 城华大道二仙桥下 第三座桥堆边 有一个绿色垃圾桶 把钱放进垃圾桶里 别耍花样 赶报警 你就见不到你儿子了 这一次李娜开车 载着张伟中经过桥下时 果然看见了马路对面 一个醒目的绿色垃圾桶 李娜要下车 张伟中却一把拉住了他 让我去 万一有什么危险呢 张伟中不等李娜答话 他把庄前的袋子拽过来 自己提着钱 小心翼翼过马路 他坐在车里 看着张伟中过马路 他的心也提了起来 同时心里又有了一丝 被人关心的甜蜜 张伟中左右张望着 迅速把钱丢进了垃圾桶 他又很快反谁回来 上车后 两人相识苦笑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快给他们发短信 说钱给了 为豆豆在哪里 李娜这才想起正事来 急忙照着张伟中的交代 发出了短信 可这一次 对方没有回信 李娜不知所措的 看着张伟中 张伟中也神情凝重起来 要不我们先离开这里 可能绑匪就在附近 看着我们还在 他不敢过来拿钱 张伟中猜测着 李娜想了想 也觉得不妥 总要等到对方回信吧 没有确认就离开 万一钱被其他人拿走呢 张伟中也没有了主意 要不你再打他们电话试一试 李娜拨通了电话 依旧没有人接听 两人都焦躁不安起来 他们不会撕票吧 李娜哭着喂 应该不会 他们还没有拿到钱呢 张伟中的声音 也有一点颤抖 更多的是焦躁不安 要不我们报警吧 李娜拿出手机 按下110 张伟中一把压住了李娜的手 不能报警 报警了 万一对方真撕票呢 李娜茫然无措着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报警也不对 不报警也不对 时间一飞一秒地过着 真的是度日如年 李娜觉得自己的心跳 都快要停止了 可她也只能忍着 等待着时间 思想就有一点细码油疆 不知不觉 快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始终没有人来拿钱 一定是哪里出意外了吧 李娜眼巴巴地望着车窗外 声音又更叶了起来 张伟中突然道 李娜 要是孩子平安回来了 你也回来好吗 我们好好过日子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钱够花就行了 我不想你和孩子 再惹上什么灾祸 李娜回头看着张伟中 她搓了一把憔退的脸 有些感动 有些惶恐 也有点自责 眼泪就睡着眼窝的细微 清了出来 李娜瞪一眼张伟中 意思是怪她 怎么突然这个时候说这些 张伟中尴尬地笑了笑 她的脸色比李娜还紧张 可她还是安慰着李娜 我是看你太紧张 转移一下话题 让你放松一点 李娜就低下头 小声说了一声好 你是说你愿意回来了 李娜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今天一天的遭遇 确实让她想了许多 张伟中和婆婆 对待自己的态度 都和以前有了很大不同 她一时间有些想哭的冲动 兜兜转转间 自己做的这一切 又都是何必呢 见李娜没有回头 默默低下了头 张伟中抓起了她的手 正想再说些什么 和彻底挽回前妻的心 可这一次李娜却没有什么触动 她指着车窗外 突然小声说 快看 有人来拿钱了 张伟中也紧张起来 转头看向窗外 马路对面 一个男人 吊儿郎当地走进垃圾桶边 他从垃圾桶里 提出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男人拿着钱 却累了一下 又回头四处打亮一番 看到马路对面 李娜的车 她就笑着走了过来 男人穿一件黑色夹克衫 夹克衫上脏兮兮的样子 腿上的裤子 更是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走起路来 裤腿就随风飘飘荡荡着 李娜看清男人的长相后 捂着嘴就大叫一声 怎么会是他 张伟中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 你认识他 他怎么会是绑匪 李娜疑惑地看着脸色大变的张伟中 说 我不认识他 你认识 我也不认识 李娜还来不及思考 张伟中画里的意思 那男人已经来到李娜的车前 他敲了敲车窗 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来 李娜疑惑地打开车窗 男人就喂 你叫李娜 李娜惊恐地点点头 男人趴在车窗上 向车里打亮一番 又喂张伟中 那你就是张伟中了 张伟中也恐惧地点点头 男人颠了颠 手里装钱的袋子说 你妹的孩子叫豆豆吧 男人一边说 一边拉开车门 慵懒地上了车 紧挨着张伟中 坐在了后座 走吧 给我没走一趟 正好我也坐一会豪车 李娜一脸地蒙圈 抬头再看看 黑远的道路转角处 依稀似乎还停着一辆警车 去哪啊 李娜的声音颤抖着 现在的绑匪这么嚣张吗 张伟中看着不远处的警车 抖得比李娜还要厉害 后座上的男人 一手搂着张伟中的肩膀 无意间已经将他控制了起来 男人这才掏出一本警官证 对着两人摊开 看清楚了啊 我叫陆天明 是刑警队大队长 你们的儿子豆豆 已经被解放出来了 现在人正在我们公安局 我妹可不就是去公安局吗 李娜激动地盯着陆天明 大声道 真的 陆天明揉着脸甲说 可不真真的 我过来去绑匪要的鼠鸡 是拿回局里做物证的 那会儿绑匪都已经如实交代了 张伟中瞪着陆天明 紧张地说 真的都交代了 陆天明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大白牙 盯着张伟中说 可不真真的吗 绑匪就两个街头皮子 我没找到公园路口的监控 见有人带走了孩子 带走孩子那人 恰好是一个三进宫 一进局子里 什么都交代了 这一起绑架的幕后主某 想不到居然会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张伟中突然在车座上弹了下去 一行蕊到警察局后 张伟中马上什么都交代了 张伟中在夜市吃烧烤时 认识了几个会会 一时间结交成了朋友 和李娜离会一年多了 看着李娜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张伟中心里就有了想法 他结识了几个会会后 就生出了绑架豆豆 骗李娜一笔钱的绑架案 说不定还可以借这一次机会 和李娜破镜重圆 张伟中知道儿子豆豆 就是李娜的命鸡子 李娜无计可施之下 一定会来找自己想办法 在自己主导下乱了方翠的李娜 还不是任由自己拿捏 骗得李娜一笔钱 再睡便挽回前妻的芳心 一举两得 北来者张伟中的计划天衣无缝 他知道以豆豆来威胁李娜 他一定不敢报警 想不到李娜回家路上 就撞上了这么一位刑警队长啊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第三者 搅乱了张伟中的美梦 从警察局里出来时 豆豆已经睡着了 李娜将儿子仔细地放进了车里 再悄悄关上车门 一回头就看见路天铭正站在自己身后 路天铭嘴里斜掉了一支烟 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 他手里正把玩着早上从李娜手里 躲过来的打火机 李娜对着路天铭尴尴尬地笑了笑 感谢的话已经说过无数次 再说没什么意思了 给我一支烟吧 李娜走了过来 公事完了 再说一下我妹的私事吧 路天铭从兜里摸出一支烟来 再给李娜把烟也点上 突然就沸沸不平起来 你撞了我啊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李娜轻笑味道 什么日子 我相亲的日子啊 你看我穿得整整齐齐 新买的夹克 新买的裤子 路天铭再也没有了 是刑警队长的意气风发 一副双打的茄子似的 你相亲已经通过了啊 人家女方表示对你很满意 啊 这次轮到路天铭惊讶了 李娜笑了笑 靠着身后的车子 吐出一个烟圈来 她相了一年多的妻 每一次相亲 都是见南方一面后 就没有了结果 昨天王仪打电话 让李娜去相亲 王仪说对方是一个警察 叫陆天铭 李娜看着眼前的陆天铭 安全感睡间就报了表 李娜心想着 这一次相亲 这个王仪终于靠谱了一回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